好 停在红线上会被开罚单 不过如果停在红线里面呢 现在新北市中和就有民众抗议 你们看哦 这个红线真的是管太多了吧 好 如果你硬塞了一辆机车 这样子一来算不算是违法吗 我又不是停在红线上面 不过警察告诉大家 其实就算你塞在里头 还是一样要被开罚 马路边停满一整排机车 绵延整条街 只是说也奇怪 其实像是约好一样 每部机车全都横着停 和路边红线平行 而且每台车身 精准介于人行道和红线中间 轮胎也没压到线 简直把这块区域当成停车场 应该是我们把平常 当时没地方停找不到 又去买个东西 乘抹平一下下而已啦 一个人久了会 照理讲还是不行的 是啊 为什么 怕红线啊 看到红线就是不能停 但偏偏骑士看准 眼前这块灰色地带 实际比较一下 周和南市角捷运站旁的道路 红线和人行道相隔一个水沟盖 距离约80公分 而一般常见的红线 距离大约20公分 两者相差四倍 实际比较一下 周和南市角捷运站旁的道路 红线和人行道相隔一个水沟盖 距离约80公分 而一般常见的红线 距离大约20公分 两者相差四倍 超快红线也难怪民众搞不清楚 这里是红线区 还是停车阁 河平街这边它是旁边有侧沟 那我们一般划的红线呢 是划在道路的边缘 所以以线地来看 它也是划在这个 薄油浦面的边缘 那基本上还是符合规定的 进行停车线 它是以路段的管制位范围 原来这路段全都不能停 来看看巷子里面更夸张 机车横的停不进去 干脆以45度角硬是塞进红线里 虽然看似剪刀偏移 但通通都是围停 红线不管里面外面 就是红线的左右两侧 都是围停 那如果围停的部分 我们都会依规定来告发 一张罚单600到1200 机车组砖漏洞停在红线附近 就算省了一时的停车费 却可能持上罚单 反而让荷包大失险 三连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